在行政院的緣和管控內執行 好 16 17 政委員還有黃委員 黃委員先講 不能搶主席麥克風 我們有這個 專業服務費 這筆預算是490萬 這個專業服務費裡頭有一筆預算是300萬 是辦理基金商品智慧財產權維護的經費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去年也大概這個時候 我們發生很多侵權的事件 包括淘寶網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不曉得淘寶網現在還沒有賣 我們文創商品的山寨板 不曉得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都還有吧 對啊 都還持續在賣啊 不是 這個請我們 我把 對 我把我的問題問完 當時啊 院長我記得你說 你要跨海提告 記不記得 有吧 那現在跨海提告告得怎麼樣 有告贏的嗎 那你們怎麼告 你們有請律師 我們台灣的律師沒有辦法到那邊去告人家 我們請哪邊的律師 這個可能都要請你們說明 然後就他們侵權的事件 他們到底有多少個山寨的商品侵權的 然後我們告的結果 哪幾件是成立的 哪幾件沒有成立的 那到底有幾件 不只淘寶網 那其他的管道販賣侵權商品的 我覺得這個都必須要請我們故宮要做一個說明 好 那我們去年11月就成立了 這個智慧財產維護小組嘛 那這個智慧財產維護小組 進行到現在功能為何 到底有沒有進到他的 他應該有的這個責任 那成效為何 這個都要說明啊 然後我們新增了這個智慧財產維護的 近會300萬 那300萬是不是夠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必須要請你們說明 還是你們編著300萬 就編著好玩的 只是亮在那一邊 還是你們對於相關的侵權的事件 你們有積極的處理 特別是從去年到現在 淘寶網侵權的事件 故宮我想要做一個清楚的交代跟說明 我們跨海提告 告了幾件有沒有告贏的 那告贏的部分 他們如何賠償我們 好不好 這個可不可以請故宮做一個說明 文創處理學校的第三次報告 跟委員報告 那個淘寶網 我先講淘寶網 我們從去年到目前 已經大概 機查超過50萬件 那現在有去 50萬件 50萬件 每個禮拜都是上去機查 我們 不是我現在說機查的案件 是件還是件次 疑似親錢案件 大概是有90件 那10件已經下架 40件已經確定是 是沒有沒有成立親錢 那40件律事案已經寄出 而且我們隨時 就是委託這個 親錢大概 90件是疑似親錢 因為我們會分階段判斷 那這90件裡面有10件 已經都確定下架 40件我們在做 進一步的確認 是沒有親錢的 另外有40件 有寄出律事案 而且我們那個 委託的律事事務所 就跟阿里巴巴集團 就繼續討論 那個處理的程序 都陸續都有在進去 進入那個司法程序 就律師在處理的那些 還有在網路上翻售嗎 一般 還是有嗎 一般假的 所以啊 他們還沒有下架 你不能在第一時間 這個有侵權疑慮的同時 就要求他先下架嗎 我們原則上 那為什麼還在上面 我不曉得 對不起 我先看一下啊 對不起那個什麼 像我329還有上淘寶網去看 這是我們所download下來的 其實基本上面 它有兩種 像目前來說就是有兩種 一種就好像是正品的樣子 應該是人民幣60塊 這是看起來像 比較像是正品 可是這邊也有 也有仿冒品 大概就是8塊錢 就是仿冒品 可是這真的是329的時候 其實就連就是最近幾天嘛 其實基本上你隨便上去看的時候 還是有 其實 對啊 對啊 可是都還是有 所以還有正版跟三寨版 其實目前為止在網站上 是隨處還是都可以 所以你們這個維護小組 根本沒有用啊 你現在還是照樣賣啊 所以表示說 編的這個預算顯然沒有達到 我們希望達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一個作用嗎 有沒有更積極的一種做法 我知道你們有在努力 可是目前為止都還是隨處隔道 每一天上去其實都還是有嘛 那這個部分如果沒有做一個另外一種做法的話 這個事件其實聘的率是什麼 也還是沒有達到你該有的這個部分 那事故全書還在幫你嗎 事故全書它還是沒有下架 但是我們的台北市調查站已經 我們已經陸續有兩三次提供相關證據嘛 因為他們也陸續請我們再上去收證 那我們都把那個收證的內容 都就馬上就即使就在 喊給那個台北市調查書那邊 他們現在就是說 在等時機還是怎麼樣 那另外我們其實也有透過陸委會 海基會 海協會都在就這個案子在做協除 那輸因案其實我們已經 在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已經提出仲裁 然後在今年的一夜 就是已經有寄那個 請他們選任仲裁人的那個喊過去了 那依照規定三個月之內他們要選出 他們沒有選出的話就是 會由我們仲裁協會幫他選出一個仲裁人 那兩個仲裁人再推一個主仲裁人 然後就會開仲裁點 到時候他們要派人來做工坊 他們假如不派人的話到時候就是進行 就是一方辯論嘛 就等於是到時候就看聽水的由理 那我們是覺得我們申訴很大 那我們假如說在這個仲裁案子申訴的話 我們就是也會到大陸去做強制執行的相關的業務 所以就是通過大陸的相關這個強制執行的單位來進行 這個因為我們都有跟我們的律師事務所 因為我們現在有委託一家大臣律師事務所 他其實這一塊他都很了解 他會教我們 那我們也會委託律師過去做這一方面的執行 所以說在公益算雖然有編那個就政委有提到公益算已經有編300 為什麼基金還要編 基金的部分其實就是佛那個商品的 佛商品因為他們就是親那個商品的那個創意 那個還有一些我們會用反不震盪經證法 或者是一些那個像類似我們台灣的這個公平交易法 來主張他們的法貿纖維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混淆 這一點來做 那至於公益算是針對商標跟那個商品的圖像 這因為都是圖像授權都是進到公務 那基金就是就for商品的專利 跟那個我剛講那個反不震盪經證法去打擊他們 就是說其實跟委員報告我們那個公益啊 公務的那個300萬到今年大概都都已經都 差不多已經都快要花完了剩下50萬 然後未來要到大陸去打這個官司要去強勢執行 要放在基金因為他是商品盜版 跟委員說明一下請委員支持 因為我們其實很積極但是要有錢去做 我們會給委員我們會把我們進來的這半年的成果 會有啦有啦有啦下價之外 第四發言 第四發言 不過來一下 後面以為要搶發言 我的話通常 我會通常不介紹 其實你就很簡單 你現在告幾件 幾件成功已經下價 幾件成功已經下價 幾件現在還在告當中 幾件告了他沒有侵權 你的費用是哪幾件花多少錢 花哪裡的錢 你就列一張表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嗎 你就是列清楚大家就知道你花 不然你這樣子講 概念上你哪裡花多少錢我們也不知道 你這幾件成功的那幾件不成功的總共花了多少錢 你就列個表給我們 我們其實從那個之前有好幾個案子 其實我們就陸續追偿到一些賠償金或是 因為我們請他不授權大概五件 整個加起來金額大概有上千萬 我一個一個解釋 另外我原剛提到的淘寶網的部分 其實我們必須要回到法令上的規定 就是說我兩岸的著作權法 或者是台灣的資格著作權法 或者是說大陸的 它是有一個訊息網路的一個 傳播權的一個條例 它的明確的規定就是說 它如果是販售一次侵權的商品 比如說我們是權利人 我們故宮要求他下價 他馬上下價的話 其實他就已經免責了 所以說我們在提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跟誰提告 跟淘寶網它沒有責任 兩邊的法律都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平台 你去告淘寶網 那個是完全沒有勝算 因為法律就已經 它沒有一個所謂的一個 它已經有一個免責條款 那你要去告它所謂的個別的一個 一個個底屋去印製那個 侵權商品 那其實會有另外一個困難就是說 它賣一個東西賣50塊 你要去追偵50塊 你要花1萬多元的一個訴訟費用 那其實是 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其實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查 比如說我們處長剛剛提到的 從我們那個案子飆出去以後 律師每天這樣子查查查 累計到現在查了50多萬 大概50萬件 可是我原剛提到 那個確實它每天還是會上啊 成功是指什麼 讓他下架 讓他下架 讓他下架有沒有又下架 目前是還沒有 對 不是他下架以後 他已經賣出了多少 是不是可以要求賠償回來啊 不是那你至少要做嘛 就是說 你比如說哪幾件已經侵權 他判定成功 你我們之前花了多少錢去辦這個案子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去追那些錢回來 或者是我們有追的程序 哪裡有問題 是不是有機會用其他的程序再追回來 許委員他剛剛的報告裡面 他所謂成功就是下架嘛 另外還有一個你說明一下 什麼叫補授權 因為我上次在處理那個 事故全書啊 就是當初就是被倒印 倒印之後故宮還去看了 然後還請人家送他們一側回來典藏 然後之後給他們補授權 因為他們說印得很好 最後給他補授權 你們後續又做第二次這樣的事嗎 你們又至於補授權其他的嗎 你把他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了 我們說之前的補授權 是我們之前有一些 那個台灣 可能也是有台灣的廠商 譬如說他印月曆 他印了月曆以後 他其實用我們的主黨沒跟我們講 其實我們都會要求他 把應該給我們的授權金 所以你們面對未經你們授權使用 你們經常用補授權的方式處理是不是 我是覺得 好 這個你們自己要檢討啊 這一次如果有說大臣 我們那個機制 我們機制裡面就有說 他假如說有那種很頑劣的 然後他要進行訴訟 那一般這種製裁案件到法庭上 他一般法官會希望說 雙方能夠進行調解或和解 那假如說對方不願意和解 不付那個和解金或調解金的話 就是法官會給他判刑 那我們現在都鼓勵那個 得票這個大臣事務所 就是說每完成一件和解金的話 我們就是說會支付企業家金的 百分之7.5% 所以已經有一個引導的 政策的一個鼓勵的機制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說 要讓這個委託的這個 被我們委託的這個大臣事務所 主要是要去大陸 主要是做進一步更積極的 請你說明一下補授權 是你們用來處理的方式之一嗎 然後普不普遍 因為我認為這個有商榷的 相當大的問題 我剛剛有跟委員提到 那個不是現在的案子 我是反對這樣做 那這樣你等於鼓勵到版 我先到了 我到了不錯 你們會補授權給我 我們有實際的案例 所以我如果沒被發現 就我暴力 我如果被發現 我只是補授權 所以他不用事先來申請授權 我們目前現在有一個 之前有個仲裁案 是沈香婷的案子 他有我們有要求 要求就是說他賠償性的金額 就是授權金的10到20倍 用這樣子去請求仲裁 那個也有進到一個仲裁的程序 那我可不可以建議 這位 可不可以建議像政委員在講的 你所謂的補授權 你剛才說之前的案例 那你可不可以把 什麼案例 對對對 把它明細調出來 你說明一下你們過去 處理過多少件補授權 至少我們這邊有一些金額 至少有5件 然後我們之後再補 補資料給委員 因為之前有 教委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有要過資料 其實我們有整理 我們就送個委員 從幾年到幾年 譬如說有些是97 大概97 98那時候的 實際的時間 我待會翻一下資料 可能就有了 那其實就是之前有這樣處理 那我跟委員提告 最近的像沈香婷 我們是要求那個 10到20倍的就是 那你們現在委託這律師事務所 有把補授權 做為解決的方式之一嗎 有沒有 現在沒有 我認為不應該 否則你們這樣的寬鬆的態度 等於是鼓勵 大家先到了再說嘛 對 先到本來再說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延續大家幾位委員 關心的議題 我記得上次我也曾經 指揮過故宮 北京故宮有用了我們 故宮的圖像 那圖像是沒有經過我們授權 那當時我記得院長回答我說 你也不知道是怎麼這些圖像 跑到北京故宮的書裡面 而且是北京故宮出版 正式對外銷售的書 那這件事後續 你們有跟北京故宮提出抗議 有跟北京故宮提出所謂的 反權的問題嗎 那相關的法律程序進行了嗎 那要和解嗎 報告我們最近有在 由律師寄發一封存證信案 給北京故宮 就說限期他在4月底前 一定要做一次的回覆 因為我們之前發的寒 他都沒有回覆了 那我們給他限期 就用律師的存證信案 就請他們限期回覆 是這樣 所以現在直到限期回覆 還沒有任何的處置 首先跟委員說 關於這個案子 我們首先查證了 他們是那個出版公司 用掃描我們故宮博院出版過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去 我們在3月還是3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正式由故宮博院 正式行文給北京故宮 要他提出說明 只是說我們去了兩次信 那他們沒有說明 另外呢 我們現在因為有這個大臣律師事務所 我們也正在請律師針對這個案 然後正在離文 未來我們會行文給北京故宮 我也跟委員們說一點 就是包括大臣律師這些事務所的人 律師們也告訴我們 因為兩岸對於著作權制裁權的解釋有所不同 他們沒有攝影著作權這個概念 所以他們認為50年以上的作品 那都已經沒有了所謂著作權 所以故宮博院的這些文物 他認為他們就可以印 這是北京大陸的一個觀點 我們是主張 就是中華民國有攝影著作權 這些作品因為典藏在故宮 只有台北國立故宮博院能夠有攝影 所以攝影呢 你今天是根據我的攝影去掃描 所以我們在攝影著作權來爭取 就是你到了我的攝影著作權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請大臣律師事務所 針對這個東西正在離文 看看如何處理 然後如何發函 可是院長你剛剛跟我講的這個說法 我剛剛google搜尋到的新聞媒體的 你的說法又不一樣 之前您對外是說 北京故宮用了我們這些土檔 那你也跟媒體講說 你跟北京故宮呢 有達成一個協議 希望呢 是不是以各自的土檔互換的一個方式 來擬平這個所謂的這個製作權 這個觀念不一樣的你的這樣的解釋 這是你的解釋 但是你現在說法跟你之前對媒體公開的說法 是不一樣的 之前你是說要跟故宮 要跟北京故宮就只要土檔換一換好 大家說好就和解私聊就好了 沒有像現在所講的這個法律的程序 那你先講清楚說清楚 我們原來因為我們跟北京故宮 確實也有土檔的交換使用 那他們文物都會來到故宮博園展覽 然後我們出了很多圖錄 舉例來說康熙大帝與太陽王 路易十四這都有交換 但是上一次針對委員發現的這一些 到這個有一系列的圖書出版 這個圖書出版是委員上次說了 我們也再去查 他們完全沒有行文給我們說要交換這些圖 所以我們也去詢問了 所以這個事情分兩面 一個就是原來我們有交換的這個事情 那發生的這個我們也希望用土檔 你用了我多少張一百七十多張 那我們用回你一百多張 我們本來想這樣 但是委員們不同意嘛 不同意我們一定要提出告訴嘛 所以我們就要他 我們就發正式發函 首先詢問他你這些圖拿來的 那他也回答了這是掃描的 第二我們也正式發了一封信 給兩度發出去給北京故宮 請他們要補繳他們的權利金 要重新來申請授權 那他們到現在並沒有回答 那我們已經因為去年 我們什麼時候已經請了這個大臣 律師事務所他一跨海可以打官司的 所以我們就請他針對這個案子 原意如何做 如果可以發純正信函 那我們就會發 院長我是堅持要走司法法律的程序 一定要要回我們自己的著作權法 我們該有的利益跟地位 我第一個主張 第二個如果像你剛剛講的 你一開始雖然我們很不樂意見到 也不同意 你一開始是說要跟對方土檔交換 是不是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第一個北京故宮也不鳥你 第二個你發了那麼多次 有人去北京故宮問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也不鳥你也不回你 所以呢這表示什麼 北京故宮就是一個老大心態 這麼一個霸權型態 而且就是把我們看低看別的 我是認為以後在預算裡面 附中交流這個都不用去交流了 真的不用去交流了 交流你還是趨於劣勢 不是啦人家把你動作小孩的啦 人家沒有跟你對等的一個尊嚴跟地位啦 光是從這一件事的處理方式裡面 就看得清清楚楚啦 所以我是建議啦 未來我們好好延審 以後故宮不要去中國跟北京故宮交流了啦 跟委員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那個大陸的著作權 反正還是有攝影著作啦 還是有攝影著作 我查給你看 Google就有 Google就有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的攝影著作保護的時間是50年 50年 但是我們現在他所謂拷貝文是我們造像 我們的照相是不是 然後他把我們的照相掃 我們的書他把他拍照 OK 那這不是 那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的 這不是攝影著作的問題 是對我們的書的那個著作 他攝影這個動作 是重製 是對我們的書 做侵害 是這樣子的問題 問題我們那個書如果是古書 那個古書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 不是攝影著作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 這個先 我想你們大成律師事務所很大 那個幾千個律師的我知道 那另外就是說剛剛 鄭委員有講到那個 補充授權的部分 是不是 補授權的部分 我想還是要抓一個原則啦 一般我們律師在處理這種侵權案件 有時候是真正有合作關係 但是可能一些作業上的書師 比如說你一次一千個兩千個 就有幾個沒有在授權範圍 沒有簽到 後來被發現了 再做一個補授權 這個是屬於基於善意的 有合作關係 而且未來還要持續合作關係的 只是作業上書師的 我們可以用補授權 但是如果是 真的他就是根本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用這個盜版的 用這個違反著作權法方法 侵害你的權利的時候 我認為應該要 刑事民事都要告 而不是 我覺得打仲裁 沒有 光打仲裁沒有什麼威嚇力 我覺得刑事要告 刑事你一樣可以 用刑事你一樣可以 他還是會 不是說打刑事就不會有賠償金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他一定要 他被抓到了一定要給你錢 給你的是授權金還是賠償金不一樣 賠償金的話就是 你是犯法 所以你要賠我 有時候還有幾倍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補 那個你是補授權的話 那就表示你們自己願意 用和解的方式去做 那個就是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授權條件 那你一次還不能收他很多錢 你還要慢慢的 那我覺得那個會有一點姑息 姑息說反正我被 真的就是有點像夜市盜版被抓到 你再給他付一點就沒事了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 我覺得你還是要分 是如果是疏忽 有善意的合作關係 只是沒有簽到或是怎麼樣 原來這個也要授權 我們那時候沒想到 你只是要合作 那個你可以去補 如果是抓到盜版了 我覺得一定要 一定要比較強硬 尤其是國家的資產 我們不是個人 我們是保衛國家的資產 我們不是保衛我自己的著作 我自己的著作 我自己的著作 算了算了 好啦好啦 你也是很可憐的研究生 可能是這樣 如果國家的著作 我們要比較強硬一點 謝謝 院長我再問一個問題 委員的指導 我們以後本此原則 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個侵權實踐對不對 你們現在成功是下架 那我剛才說的那個賠償金 有沒有要到 你說全部都是針對中國的 當然有時候你不見得要得到 但是他中國的有很多 有經過台灣的 我想這個是一城一城 那有山 那你侵權的至少你把那個賠償金 要一兩件回來看看 你就是具體的往下深入去要 你就有機會要得到 你不要只用和解的 我們就是我們要的是賠償金 那你今天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 你就是制裁法 你今天侵權我就是要求你賠償金 要得到的歸 要不到的歸 要不到總有一兩件兩三件可以要得到 那你們有沒有去要 委員我們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就是我們有一套檔案 書在大概在民國90多年 96年就出版了 但是當時候是委託產制 所以有台灣的公司得到授權 後來這個公司就拿去大陸 再授權給上海古籍出版社 那這件事情我們後來 這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書 還把它寄回故宮博物院 贈送我們一套 所以我們就抓到了 抓到我們就追到他怎麼會來的 就追到了這個台灣的這個廠商 然後是沒有 我追到他之後呢 就問他你的這個哪裡來的 他就說是經由某一個廠商授權 他還有我們的授權證書 所以後來我們叫古籍出版社停止出版 他總共印的 因為那是清代檔案的書 沒有多少人買的 所以他只出了50套 然後他也把該給的權益金 也給了我們 處長是不是 對 然後我們就告那個台灣的 那個把我們的東西到 拿走了之後去 倒賣給大陸的那個公司 這就是如委員叫我舉一個例子嘛 那目前那個那個叫 結果怎麼樣我不知道 我們 這個案子是在104年1月20號 他已經繳付權利金17萬多 那另外的我們 院長剛提到 我們有另外再去經過仲裁要求 就是說要請他賠償 就3到10倍到20倍的那個賠償金 沒有 我們故宮不能說要多少就多少 他們要這個查清楚 因為我沒有去查 就是這個你看 你賠10倍到20倍 那根本就是一丁丁的東西啊 對不對 這就一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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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有利潤啊 有利潤我現在就是從 我要求大陸的 我要求你台灣公司你要賠啊 你賠那個10幾到20倍 根本就沒有什麼好玩的 你看看這個在法律上可以賠多少 我覺得那個可以再要求啦 那你只要齁 在台灣你不敢 你就是重罰嘛 你該法要罰到那個賠償金的 罰到的話 那可能將來你會遏止 由台灣這個線 再升到中國那個線啊 這個線你要怎麼去斷這個線 你們要去思考 要不然你英文 英文台灣的一間掃錢 英文中國也要 一直幫你摸摸摸摸到摸摸 你也沒辦法處理 好 所以要請律師說 這個部分要怎麼樣去 從台灣的公司這裡要去處理啊 那個假如新委帝是在台灣的話 就會馬上在台灣的司法系統去進行 那新委帝假如說在大二 沒有根本報告 其實那個罰款喔 那個現在制裁法庭上 有七種那種 形態啦 那個其實也不能有法官自行 所以要罰多少就罰多少 假如說 依照那七種形態 對方雙方不同意的話 可能就法官會 鼓勵雙方進行和解 那到時候就變成和解 我這樣建議啦 是 是 那專立法庭都 過了千倍 過了萬倍 沒在罰十倍 二十倍啦 那如果是制裁法的問題我們來修嘛 這個我們 你們提出來就是說 有哪裡不公平的地方 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們立法院需要修法的 你們提出來我們來修 我們會跟律師這邊在 對不對 不然你說 我就聽了十倍又二十倍 你簽他他就賣一堆 賠你十倍 這二十倍有什麼關係 他就盡量去簽你的錢 盡量去賠你十倍二十倍 他還是賺很多啊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處理這個事啊 賠一千倍 那個也說我們沒權要 那個賠一千倍後來被 被法院判解說那個 我們沒有資格 這個請求權的幾部 其實要有一個法律的一個名文啊 那所以說在法律沒有名文之下 我們之前有一個 內部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你答應我們知道 你要賠償那個 懲罰性的違約金一千萬 可是這個部分包括律師的實務 法律的實務界 跟我們立法委員之前有在要求 其實委員這邊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思考方向是說 教育推廣的一個角度 其實後來我們把一千萬 懲罰性的違約金那部分已經拿掉了 等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去杜絕這種惡意侵權嘛 然後你對他的賠償金 如果不符比例原則的話 他一定不斷的去做嘛 那今天站在故宮的角度 如果是國內的制裁法 要去修的部分 你們要提出來說怎麼樣 你們有辦法去杜絕這種 惡意侵權的情形嘛 那我們目標是這樣子啊 你不要說現在只能罰十倍 還要二十倍 那一四人就沒辦法改革這個問題 現在說十年也說不會改革 我補充做一個詢問 我們現在在討論這筆預算 是要給你們經費去做這種 侵權行為的訴訟 那剛剛講很多 這種侵權行為 不管用賠償金或是用罰 你們用什麼樣的名目 你們總有一個收入的項目 你們是編在哪一個收入項目裡 跟我們報告這是支出 這是稅出 那稅入的部分會放在業務外 所以是在業務外 業務外收入的哪一個 違規罰款收入這一項嗎 雜項收入也有 還是雜項收入 一般是在雜項收入 不要講一般 到底是你的預算說明是 你是把它放在採購案件 廠商預期罰款收入 這個是違規罰款收入 還是在雜項收入裡頭的 你這邊的預算說明是說 這些出版品 紡製品的委託經營稅後盈餘回繳 以及餐飲的稅後盈餘回繳 這個是雜項收入 我沒有看到一筆是 你們在這種侵權行為之後 收到的追償的金額 你總要有income 這樣我給你這筆預算 才看到你有做時機啊 你有討到具體的賠償的金額 尚不管他多寡 在哪裡 在違規罰款收入這裡 所以才15萬耶 第十九頁 所以這也很離譜啊 我們給了你們的錢 才編15萬啊 這要檢討了吧 雖然剛剛已經 收入已經省過了 不過這個當時如果收入 收支必須也算 還是會收進來 但這樣子的編法就是沒有雄心壯志 要去討回這些侵權行為 要用法律去追討 那以前有編過大筆的嗎 所以就很不積極啊 所以就很不積極啊 這個案子我提了 我的意思就是 請 凍結 兩百萬 對阿書面 對阿書面 那這個書面我還是希望你們 有具體有效的對策啦 搞了老半天從去年到現在 你們說沒有錢啊 事實上有嘛給你們 那你們請了律師跨海提告 搞到現在 現在50萬件 疑似侵權的案件有50萬件 疑似是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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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告成的他們只是下架 哇這個真的 等於是無關痛癢嘛 那這再怎麼樣 你們總是要有一個有效的 辦法去遏止這個侵權 不斷的發生嘛 你們的做法 我覺得這個請你們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好不好 好 動兩百啦 動兩百 不會啦動兩百你們其他還可以啦 其他還可以 那個能不能跟委員商量一下 動一百好不好 因為我們也有 沒有嗎 200有一半嗎 沒有吧 你們四百九呢 好動一百 你們提書面 好不好 好啦 我是給你們一個建議啦 你不要 全部都去去查 你就鎖定一個案子 告到他倒 告到他怕 告到他死 指標性的 好不好 你不要把力量分散 我特別跟你們做個建議好不好 你就鎖一個案子 搞到大家都怕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你全部一起告 最後就告不成了好不好 好來 18、19 來 又是黃國書委員 來 對啦 這個競賽 為什麼會多個20萬 那你們的說明是什麼 你們的那個比賽的規模是增加了嗎 還是什麼 我們增加了 然後這個設計 文創商品的設計競賽 我覺得還是你們要說明一下 這個競賽到底有什麼樣的效應 報告委員文創行銷處文創科科長衛權第四報告 有關這個79萬的預算 是我們辦理 今年辦理第六屆國寶設計競賽 第六屆 那這個79萬的預算 主要是頒發得獎的金銀銅 優勝的這些獎金 那我們這邊的所設計競賽 所講的這些的作品 我們後續會媒合我們合作商廠商 去開發我們的文創的商品 那這也是符合在104年這個教委會 這邊有個決議是說 從105年度起 我們在基金裡面的支出項目 也要包含一定的教育推廣經費 那其實這個國法市場競賽 是有教育的意義 那我們也最近都在辦理校圍巡迴的一個件說 是 媒合的成功的有幾件 目前我陸續幾件比例 我的印象大概有30多件 因為包括有品牌廠商也有來幫我們開發商品 好啦我這樣子啦 我這個簡列20萬 我改凍結20萬你們提書面好不好 提一下 不好意思我非常支持 類似像這樣子的文創的競賽 可是我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你們像這個商品設計的競賽 目前的參與度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有這個疑問 就是我稍微看一下你們那個官方的FB 就是說你們從去年 就是3月5號成立到去年到現在 其實你們按讚的人數不到500個 所以我還是會有 對不到500個 粉絲團的按讚的人數不到500個 所以我會拍子比較會擔憂你們這個部分裡面的這個 這個參與度的這個這個這個層面 像現在目前參與度到底怎麼樣嗎 我說我支持這樣的競賽但是目前 想要參與度我可以去 我來講 那個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國寶社會競賽從99年就開始辦 那去年喔 其中有一年喔就是沒有經位 就文化部那時候沒有給我們經位 結果我又一次到台中去演講 有位雲南雲林科技大學的一個當屆的畢業生 一直在判那一屆 後來因為那一屆也就缺少經位就沒有辦 所以參與度熱烈就對了 參與度非常熱烈 那個去年有534件的頭件 那我們這個79案是主要是邊給學生的獎金 並不是給廠商的 因為我們獎金跟那個廠商的委辦會是分開的 那79案主要是給學生的獎金 請委員支持啦 因為是鼓勵青年協子 我倒是覺得喔 你們給你們20萬沒有關係 但你一定要想辦法跨部回去合作 比如說像這個 上半年比如有新一代設計展 下半年有台北藝博 類似像這樣 是我們自己比如說文化部辦的活動 你要讓我們自己爭選出來的 讓他在我們自己官方辦的活動裡面 也有露出的機會 不要你們自己辦自己的 辦完以後應該在我們 其他相關部會的活動 重大活動裡面也讓他有露出 這樣才不會像柯委員講的 參與的人這麼少好不好 我特別跟你們講這個事情 而且我更建議你們 今年一定要有時機啦 你們去你們知道嗎 台北市今天在辦設計之都在台北 其實非常多設計界的產能 如果今天故宮願意說 哇我們把我們的國寶設計 作為一個設計之都的項目 我告訴你不只台灣的設計師 也許國外的設計師都有興趣 一起來參與 所以台北市就是今年啦 2016啊設計之都啊 你們就應該在今年把這個 這是一個機會啦 而且是讓故宮國寶設計 可以站上國際舞台的機會啦 不知道是來不來得及 來得及 趕快積極透過吳委員好不好 好主決議由我親自帶領 去跟柯P報告 好來 那就18、19 動20好補書面好不好 好 我們剛剛前面有三個決議 不要把最後一起再回頭來 沒關係 20、20 20案 何委員 那何委員那這就不動了好不好 20案就不動了 好 21案張廖委員 我剛剛病案處理過了 他解釋過 那這案就不 就測案 22案 有沒有要代政委員說明的 如果沒有那 那就不處理好不好 來23案 黃國書委員 我是那個主記事主任徐天真 那有關這個專業服務會 這69萬的部分 為什麼比去年大概增加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那個基金的會計系統 之前在102年 還有Post系統 我們在102年建立這個會計 因為保固期已經到齊了 所以在105年開始 我們就要編一個維護會 系統的維護會 那這個系統維護會 在今年初也已經 那個按照採購法規定已經發包了 已經在執行了 因為這個都是業務上實際上在需要的 所以比104年是多的 維護一些系統 維護系統的費用 好 那本案就說明過 就測案好不好 來 那24案 吳智陽委員 太好 簡列2億多好 好棒喔來 還有凍結三億的核心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可是應該有尾數啊 他怎麼沒尾數 不是三億整吧 不可能 這個算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 這次就是故宮要買這個 中國的這個地毯跟織品 這次 打算放南院嘛 那 我們覺得說 因為這是一個重大採購 重大採購 而且就是說 感覺上跟 原來南院的一個定位上 是不太一樣 那 因為這個 我是認為520 馬上就要 就要到了 那新的政府 對520 對這個南院 它的定位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不希望說你 現在定案了 然後 買了 結果 新的政府不要 或者 造成這整個這個採購 程序的一些 這個糾紛 我是覺得這一點 我們 我是認為要刪除 那核心存委員 可能認為說要凍結 那我們 沒有全部凍的原因 就是原來他一般 大概每一年 三千多萬的這一 這個部分 就是 就先 先凍結 也是整個 他整個採購 還是等520以後 再 再提出來一個 新的一個 採購的方向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來 請故宮說明一下 那這個已經 採購的程序已經進行了嗎 沒有 先跟憲政委員說明 作為博物館 他繼續擴張 他的典長 是一個博物館的一個 核心工作之一 那 藍院的定位呢 其實他有 昨天有些委員看到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支品展廳 那支品展廳 已經有亞洲的支品 當然也包含了 這些中國的支品在內 那我們原來的定位 南院就是本院 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部院區而已 那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進行了 購買文物 從人家投建 在評估 在研究 是沒有兩三年 都進行不了的 那我們這個事情 已經進行了 一年多兩年了 那目前呢 已經到達了 預審結束 就是我們 預審是由我們故宮的 研究同仁自己做 那初審呢 會請專家學者 那專家學者的時候 一定要看食物 而這些食物呢 已經要運到亞洲來了 所以我們勢必 會去看一看 究竟我們會請專家學者 再去看一看這些東西 所以委員們 剛剛吳委員說 這個由新下一任院長 或下一任政府 決定買不買 這個我們同意 但是是不是這個錢 第一要動 只能動啊 第二還是給我們 一點點預算 讓我們可以繼續 辦理出審 到出審完畢 最後 新政府 或者新的院長 決定不買 那是因為還沒有預審 還沒有決 所以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你們整個審查 是分什麼 什麼 我們是分三個 就首先預審 預審就是 由我們的自己的同仁們 針對他的需求 針對他的專業審查 之後我們會請學者專家 這個方面 決定買資品 就會找資品的專家 來做出審 出審就是最重要的 學術審 那這個時候一定要目睹 這些文物 到最後 如果他們都全數通過 那我們最後才有這個 最後決審 所以是 只要有一個委員 說這批東西不買 我們就不會買的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到 即將要進入出審 委員都已經請好 那有沒有可能 委員自己這個 這兩個步驟就被打掉了 有有有 當然有可能 經常是的 所以你們是先去看了 覺得這個可以提案 提到這裡 所以委員 你不用擔心 我們會馬上化掉 因為也化不掉 我請問一下 我覺得 因為對不起 沒關係 因為整個時間 沒有辦法配合 沒有去看 現在你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故宮南院的定位 它到底是 所謂這個故宮的南部的分院 這樣子的感覺 還是說 所謂亞洲文物 為重 因為這個東西 好像這個 蔡英文總統當選人 她好像去年 到嘉義的時候 她說 當選以後 要把故宮南院 恢復為原來的規劃格局 所謂原來規劃格局 是什麼呢 是不是指 是不是指亞洲的 那意思是說 那你當然 你也可以說亞洲的國家 包括中國 你也是這樣講 那跟 但是在 當你有故宮本院跟南院的時候 這邊的亞洲 這邊的亞洲可能不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這是一個就是定位的問題 我很怕到時候你經過這些程序以後 新的不買單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請問這批地毯支品 大概是什麼樣子 是現成的新 你order以後人家再做 還是說你已經看到的成品 都是古董 古董 古董 古董很少買 不會買新的作品 這些都是 包括了出土的 包括了這個清宮的 明清宮廷的 那一個很大的一個收藏家 他是住在德國的 收藏資品是 他的資品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他典藏 就像你們昨天在我們南院看到 我們的Mix Collection 那也是國際知名的一個收藏 那目前這批東西 他們也願意送到亞洲來 給我們看 所以就是原來的文物就對了 原來的文物 你們覺得 你們自己先覺得 先有這個價值 收藏價值 他們有一定的程序 審議程序 那我們王處長要補充 報告委員 我是南院處處長 王室勝在這裡 在針對於這個 製品跟這個地毯 做一點點的補充 事實上 這個文物市場是可遇不可求 就算我們想買什麼東西 市場上不見得有 那這一批出來呢 剛好它是從戰國已降 涵蓋的從戰國開始 對 所以 因為 因為 講到思路就是說 司製品透過 會叫思路 最主要也是司製品的這一塊 所以 透過這樣的一條思路 去 連結了這些歐亞 文化 那這些東西呢 代表了說 這些製品它在市場上 還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 這個 這批的中國製品呢 它的 我們剛剛講 它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完整 而且呢 持續 從戰國已降 一直到清代 那 這批在市場上 非常的罕見 那今天文物商它願意把它釋出來 其實 很多國家大概也都會想要這批東西 那你們是不是要先跟它 有一點什麼樣的默契 要不然你經過的程序以後 它已經賣給別人 會不會這樣 報告委員 因為收藏家也 那是他的收藏 他願意一批給故宮 所以他甚至說 他願意他的東西得到了最好的歸宿 所以他選擇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先挑 等我們挑完了 我們不要 因為他的 他太龐大 我們也買不起的 我們挑完了之後 他們才會把其他的 送到國際市場去拍 所以他會 現在市場在亞洲 所以他們已經 我們完全有優先權 完全有優先權 就是收藏者的意願 那至於剛剛委員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的定位 其實我們在93年定位是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 但是其實包括 包括這個我們執政黨在野黨 都希望他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 到現在都是 所以我們南部院區 所以我們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這是我們的招牌 那這個裡面展出了 我們會稍微錯開一點 就是讓他有一個文化交流的角度 來策展 我相信未來的院長 或者看看 因為他定位就在那邊了 然後只有 是國立故宮博物院 他才有那個國際的號召力 所以這也是大家的認為 所以很多委員們 就是不同意我們談 他是亞洲藝術博物館 所以我現在先跟委員說 未來的院長要怎麼定位他 其實主要就是我們現在是一個組織 一套制度 由一個院長一個組織經營南北兩院區 所以他位階是平衡的 所以就是南部院區 南部院區 南部院區 那至於 那你覺得要怎麼樣 你認為怎麼樣 不是三嗎 動 動 動 然後但是可以先前作業 提書面報告好嗎 什麼叫先前作業 我覺得還是要先動 然後你的作業費是什麼 那你們那個是見價有見價過嗎還是 已經在四月份 會把所有的這些東西送到香港 所以我們勢必 木驗的差旅費是多少錢 41萬 所以你給我們有一點木驗的錢 我們最起碼去看看 但是我們會請專家學者去看 究竟他是不是值得我們購藏 那是不是除了 你剛剛講那個 你後新的木驗的錢以外 你可不可以動三億給我們一千 不要三了 三的就買不到了 不是你不是才要四十幾萬嗎 為什麼需要留 為什麼需要留一千多萬呢 保留一點機會 三億 動三億啦 要給一千多萬這樣子 三億 三億可能就是未來 我領用新政府來做決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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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資金的費用了嘛 要不要買新政府自己決定嗎 對對對 這第二 我覺得應該留給新政府決定 留給新政府決定 其實吳智洋偉這個案子是好的 你知道嗎 高一講這種案子是我們已經拿在 三億 沒有 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 我那個擔心說到時候 他願意考量到新政府 尊重新政府的選擇 怕到時候變成國際事件 你知道嗎 他是好意 他是好意 他怕 你要收藏人家為你留 留補藥 不用一千多萬 你這個自己都講41萬 不是 你們還有一些其他的作業費 不是 還有其他文物的作業費 不是 你不是 資品不是2億8嗎 資品就上一整 三億整 三億整 資品就上一整 對 那是不是就資品這個多 那另外呢 另外那個 那另外那個 一千多萬是 其他的文物呢 你被加進去的那些標準 都會有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基金啊 兩千年的時候成立的 因為原來我們每年編列十五千萬購買文物費 但是常常高不成低不就 不是不夠錢就是買沒有好東西 所以後來成立這個基金最主要一個目的 就讓我們可以累積我們的錢 繼續增購文物 所以這是我們的很主要的業務 我們努力賺錢就這個目的啊 所以委員無論如何給我們一點 你那個 你們自己院會的會議紀錄不是 只要兩億五千多萬嗎 你們以前 故宮博物院的願務會議裡面 是不是討論這個只要兩億五千多萬 你那資料哪裡來的 我跟你講我本來是剪掉然後其他的動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動的話我這樣好不好 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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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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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3億 動3億 325萬元 給你們一千萬元 我跟你講 請問你們平常如果沒有這個資品的這個部分 平常前面幾年 平常大概多少都是三千多 都是三千多 兩千 對啊 對啊 無所謂 那 我看我們就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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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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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個案的三億 那就三億 那就三億 我問一件是這樣 一樣的 五委員 那就 那就動結三億 就是針對 就針對 就針對資品 其他的不要影響 不要 兩極無辜 動結三億 520後處理 不用說明 對啊 就520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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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注意到啦 也要520 對啦 不可能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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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這個不可能那麼快 不可能那麼快 啊 不要啦 這還專案報告 不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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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後處理就好了 不然書面報告啦 書面報告啦 好不好 520以後書面報告 還是現在書面報告 現在書面報告啦 那這個案子 OK 動三億了 如果只是說是資料不清楚 那當然送資料來 就可以動資 不是 不是資料不清楚 而是其他的問題的話 當然應該專案報告啊 他是等於是 現在要買 花到三億要買一批 中國大陸 所謂中國資品 這個地毯 那我們覺得說 對故宮的南院的定位 新舊政府可能不一樣 而且到時候很有可能 又在吵那個什麼去中國話 這一類的東西 到時候不要買到一半 新政府說我不買單了 就會造成那個國際的笑話啦 就是我們自己內部在鬥 所以我們覺得說 你不要那麼長處的 進行這個決定 是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書面 他只要書面 一送到立法院 他就可以動了 對不對 那你那個顧慮來講的話 根本就 所以說520後處理 對 520後處理 520處理是什麼意思 誰來處理 他的顧慮是 他的顧慮是 新政府買單 所以我們講說 現在走的程序繼續走 那你要不要採買520後再處理 但故宮講 年底才會 最快年底才會買 對啦 也沒那麼早 那你現在不買 所以副委員是比較過濾一點 但是他法律 就希望他完整一點 最快年底才會買 對啊 現在有律審 初審 副審 才完整一個律審 現在目前要進行初審 初審年那個 然後到年底以後 才開始去跟他去談 要不要去買 對不對 那真的付錢是明年的事嘛 對不對 今年今年今年 今年大概90月間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是這樣 可能吧 這樣那個 學院應該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乾脆就把它刪掉明年 今天下半年再送預算過來啊 他要的話就在預算裡面啊 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做其中 然後明年預約一號就付錢了 他已經做其中一步了 那個 解凍的條件要講清楚啦 我覺得這樣子不要太隨便 應該是你等你們 不是你們要經過那幾個步驟嘛 那個要怎麼寫 那個經過步驟 並 那個 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出審 要完畢 到六七月間 一定都是新政府事態 我不會決定 所以新政府決定 繼續 夠 那個出審的 我知道 因為人家 不會等到我五六月 他們就會出手了 其實他在四月份 會運到香港 運到香港 其實就方便我們 他的整個是十幾億到二十億以上的文明 那你挑 如果典你選的 尋規定 我們要 我們要的 他就排除 我們 然後再慢慢 我们也告他我们会复审 他说只要我们要的 他留下来给我们作为复审 复审完毕确定要了 就他会卖给我们 复审决定要了以后 所以520以后会进行 大概复审那个阶段 我觉得顾宫这个程序很奇怪 你现在编的这个预算 你应该等我们立法院 通过预算完成程序以后 你才能够去做出审的一些事情 那你现在预算都还没有通过 你就先去做出审 好像逼得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预算给你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 报告委员 先跟委员说 购买文物不是说 我们说现在我要买什么 它不是一个市场的商品 第二我们每年春天 我们会上网公告 其实这个案子早就要去年 他们已经把那个影像 等等都寄过来问我们了 我们所以经过了 我们两千多件 我们study 如果依照预算程序来 到最后如果委员 这批钱删掉 那时候对不对 你就已经开始先作业了 那一定要这样 你这是违反预算法嘛 报告委员如果说 采购没有 委员到最后如果委员 购买一批这么大宗的 那我会有这个项目的 你怎么办 计划 我管你采购法 我现在只管预算法 你没有预算 先有预算才会有采购啊 你没有预算怎么去采购呢 什么采购法呢 那个 對不對 你預算都沒有了 你還看過什麼 市副省通過國務院向本會提出報告後 並同意後使得解凍 為什麼 去年我們教育部的預算 就是做了很多報告後使得動之 你知道到了9月份 還有還沒有報告 大概有四分之三預算還卡在那裡 我跟你講真的 那這個採買東西你要很小心 我還要連特教老師 你不到薪水都卡在那裡 是我們立法委員對不起人家 我們要人家來報告結果我們自己不派議程給人家 到9月都還沒有給 所以要小心 萬一他那裡走到要決議了 如果不派到這嗎 出審我們現在可以做 出審完畢來報告沒問題 出審完畢以後 出審完畢以後520以後 我要新政府 對我要新政府一個態度 好我要新政府一個態度 我在問一個 我還是不解 因為我們購買那個預算 是用在建築及設備計畫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用來購買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評審的相關的作業的費用 我們是用在哪一筆預算 不是用這筆預算吧 我們有 很便宜的 我們有一些業務費 對啊 所以既然 這筆預算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如果全數凍結並不影響你們作業的繼續進行 有一個已經到達要付房 那不是 他現在針對資品 那三億沒問題 也移動沒有問題 那個只是購買的 購買的對不對 三億是購買的 三億一千 作業費用不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一千三的不在這裡 那一千三的不在這裡 是屬於那個 書畫類的那個 其他票 另外 對 那一千三不是這個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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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建議動三億啦 好不好 看台式尊重吳委員 我們今天審完再休息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動三億是用書面還是專案報告嘛 就是後面一定要有這句話嘛 就像剛剛主席講說520也會處理 520也會處理 為什麼 預算本身在520以後再來處理這個預算 我們委員會再來開預算 要不要審 還是說520以後 我建議 對不對 所以這個話要講清楚 所以我才會剛剛有提出我之前的一些疑問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說520以後這個預算就可以動支 事實上來講 以我們現在3月底 明天就是4月1號了 然後你要到大會完成三多通過 你可不可以緊急在520以後啦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那就是根本就是現在這筆預算 到底是通過還是凍結還是什麼 要講清楚啊 很清楚啊 對不對 那就是說通過嘛 就是這句話嘛 就是通過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講通過了吧 就是這個意思嘛 這個話要講清楚以後 我們知道到底要 他希望 吳委員是擔心 未來會有責任的問題 所以他希望這個採購案 是在新政府任內來執行 這表面上看起來是好意 但是 也許啊 採購案會 未來會出很多的疲漏什麼 未來的採購案的新政府要去負責就對了啦 他的想法也許是這個樣子吧 意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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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啦 說實在的 以現在的故宮你現在在出審 出審完畢是什麼時候 出審我們預計大概在六月間 六月才要出審啦 那出審後面還有很多的程序 才會去買嘛 那所以一定是在520以後才處理這個事嘛 我問的是出審通過是什麼 那如果你新政府如果要改變意見的話 他出審還在出審當中啊 他就停掉啦 就重新來過啦 所以這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這比算蠻大的 這比算蠻高的 出審不通過又可能不通過 就原本不會用到這個 對嘛 那如果新政府有不同意見的話 就讓你出審不通過嘛 你出審告訴他們出審不通過 就解決掉了嘛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 要新政府來做決定的話 是算是同樣的人嘛 520以後 那個那個黃委員 我以為不會動嘛 不是黃委員 我現在正在講一半好不好 所以如果大家顧慮是希望 新政府來講的話 事實上講 現在的程序是在講 到最後還是新政府來做決定 因為520的時候 新政府成立的時候 還沒有完成出審嘛 所以六月份出審的時候 那個時候新政府說 我不同意了 出審就不過了嘛 對不對 那出審 新政府說我要 我就繼續讓他走下去嘛 對不對 那可是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本身的預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預算過 讓新政府去決定 還是預算不過 要讓新政府決定 前面還是要談到 本身預算的問題 所以新政府決定不決定 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嘛 而是預算 我們今天要怎麼處理這筆預算嘛 預算就是說通過 還是說凍結 出面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還是做專案報告 我都沒有意見 好不好 這樣好了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涉入 要不要買這個東西 說實在我們不應該涉入 有點太那個 因為我們有沒有看 所以應該是 是這個 出審通過後 由新的 比如說故宮院長 來書面 來表示他願意繼續走下去 這樣子好不好 那才能使得凍結吧 好不好 這樣 好 東三一加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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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三一520後加書面 好不好 這樣比較清楚 那現在不用數 一定 一定到520後 520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 每個都要加520 520後變在野黨 我質詢也不會一樣 放心 來來來 好 好25案 不許處理因為 合委員另外提一個主決議 好不好 然後 沒有 然後現在回到總收入123案 好不好 那個已經請故宮 把相關他們對於90年到97年的 他們要求合作社去追蹤的公文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不好 大家決定一下 那我們再來討論123案怎麼處理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他們故宮確實有給合作社 但合作社長都不太理你們 對不對 欸 劉承鈞是誰啊 劉承鈞是誰啊 有沒有在這裡 沒有喔 好不好 他有沒有理你們 有沒有回聞給你們 沒有 都回聞喔 就是說在處理中是 這個 喔 好不好各位看一下 他都有針對90到97年很清楚 從第一份公文開始 都有看到 因為我們是怕那個故宮帶舵 都不去處理90到97年 那現在看到公文就表示有處理 那合作社這邊處理 你積不積極就看合作社 新村人這邊跟社委 正列1.7億 沒有關係啊 沒有差啊 沒有差嘛 好不好 你們就繼續依法執行就好了 好不好 依法執行啊 好好好 好 好 之後就用雜項收入列賬 好不好 好謝謝 我們現在回到主決議 第26案 主決議 主決議 主決議書委員不在 有沒有其他人在 我看看 都不在 都不在 都不在就不處理 好不好 對啊 張廖萬間跟那個吳思瑤啊 好 那我們26 沒有 那你是27 好 好27啊 來27啊 你在後面 來27啊 27啊 黃國書委 27案 原來的啦 原來的先處理 對啊 現在27案 黃國書 這應該沒問題吧 這宣示性效果很好啊 很好啊 就故宮南院 跟偏鄉 對有一些合作 這本來你們就應該要 已經 對嘛 本來就應該做的嘛 好啦 好 不過這一點喔 我請教一下故宮喔 昨天去那個 國立歷史博物館 台灣歷史博物館 他有講得很清楚 他們有一個專戶 就是給外界捐款 然後是協助偏鄉的孩子 他們來參觀的 那就專款專用 你們有這個嗎 這個很好喔 你們有這個作為嗎 有 用麥克風 用麥克風 包括故宮週末夜 包括未來的 藍院的卸購下午茶 星期天的 還有我們所有會加 馬上會做的 柔衣裔偏鄉學子 萬民偏鄉學子 由故宮或者看故宮 特別主要 這個全部都是贊助款 是 你有個專戶是嗎 有 他們我們301專戶 401專戶 它是專款專用 那個捐贈的人 就說明這是做偏鄉教育 我們也不能挪作他 你可以把這個書面給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構想不錯 可以可以 這就有點像那個 我們剛剛談到嘛 那基金預算裡面 還有贊助款 但贊助款我們並不清楚 你們去怎麼支用 好不好 這個給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蠻好的構想 好不好 謝謝 好那我們 黃國術委員的案子 就照案通過 好 那現在 現在臨時新增的五個提案 秘書宣讀一下 好不好 來 臨時提案第一案 針對故宮就期消火社90年至97年度以下資料送本委員會 必須追查 一、90至97年度各年度社員名單 含入退社異動 二、90至97年度各年度上列名單 社員後分配言語之清澈 三、故宮迄今對上述應追毀債權主張記錄 如發出之純正信函等具法律效率之文件書函 提案人 委員 鍾嘉賓 王國蘇 何欣淳 蘇巧惠 鄭廖安監 鄭義軍 柯智恩 吳思瑤 委員 我可以這個第三點加兩個字 故宮契金對上述應督促追回之債權 好不好 謝謝 好 那個和中文也看一下 他們把那個公文已經找過來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好不好 好來 那我們就是修正後通過 好接第二案 第二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每年接受之捐證款 除以應依預算法納入稅入之規定外 其捐證款之支出用途應妥為規劃 並將年度實際之用之明細匯報本委員會參考 提案人委員鄭義軍 聯署委員 吳思瑤 黃國蘇 鍾嘉賓 張力萬均 何欣淳 好 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來 下一案 第三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之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其A5成本與費用中 以計時與紀鑑金融人員之預算人數 以行政院核定之源為限不得再行增加 提案人委員 吳志陽 鄭義軍 黃國蘇 故宮有沒有意見 好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來 第四案 故宮本年度辦理文創產品設計競賽活動應擴大辦理 並積極主動結合2016世界設計之都活動 與台北市政府協力合作 與其將故宮國保文創研發設計提升參與能量 並創造與國內外設計產業結合之正向效益 提案人委員吳思瑤 聯署人委員黃國蘇 江乃欣 吳志陽 柯智恩 好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來 第五案 第五案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計畫 將台中兒童藝術館 轉型為台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將整合佛羅敦文化中心編織工藝館 台灣傳統版印特長室等整合編織工藝 版印工藝與綜合工藝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本年度提出3億元購買文物 包括從藏果至清貸 300件之 中國古代資品之預算 擬增加南院之館場 與編織工藝之完整豐富性 與台中市預計成立之 工藝博物館有相同之期望 原要求故宮博物院針對相關資品工藝項目 以台中市先為工藝博物館諮詢委員會 原意可合作資源整合之處 及未來有關特色典藏 以資源之付費可能性 提案人委員何欣淳 連署人委員黃國書陳學勝 沒有問題喔 我們會跟他們聯繫 那個台中市政府市府文化局 把市府兩個字拿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好不好 好 我們就照案通過 不然多合作嘛 好 我們上一屆 這個陳立菲委員有一個主題案 主決議的一個提案 那我們就不處理了好不好 他已經測案了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這一個 預算部分我們就處理完畢 那還有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附屬單位預算案 非營業部分已經審查完畢內容如下 一 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 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 業務總收入 原列十億一千三百八十五萬四千元 增列一億七千萬元 改列為十億八千三百八十五萬四千元 三 業務總支出 原列六億三千七百三十六萬八千元 剪列二千零五十萬元 改列為六億一千六百八十六萬八千元 四 本期剩餘 原列三億七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元 改列為五億六千六百九十八萬六千元 五 截繳國庫金額原列五千五百萬元 六 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七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三億一千三百二十五萬元 八 國庫增播基金額無列數 通過之主決議六案宣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一百零五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非營業部分已經審查完畢 決議如下 依審查討論協商之內容 通過委員提案未涉及之部分 預算均予照列 本委員會負責審查之一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非營業基金部分已經審查完畢 轉擬審查報告韓宋財政委員會會總 本案是否應交由黨談學商 不用吧 要 要 要 真的 黨談怎麼那麼大 二 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好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報告文會 現在由委員提出臨時提案寄議案請宣讀第一案 那個發給大家 沒有一個臨時提案 還有一個臨時提案 在哪裡 哪有 誰的提案 手上沒有啊 不在這裡啊 案子在哪裡 不 不 不 哪一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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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他們先離開 副公司先離開 沒關係 讓他們坐一下 休息一下 中研究院是國內最高學術研究機構 在國際上更享有尊崇的學術生育 院士醫師各該領域 駐有生育之決施人士 而中研究院長一直對提升我國學術研究 及生育之維護 具有神聖之義務 然翁啟會院長於浩鼎生計解盲失敗後 公然背書 可轉做疫苗之用 招媒體踢爆取女兒 居然為浩鼎大股東 完全未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在草野等待院長返國 厘清疑點之際 確宜請此中研究職務 確宜面對 既再脫病 致美不歸 馬總統便會批示辭成 並請翁啟會院長儘速回國說明 然此日今日能兼具出席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 不但有入學者風範 更讓中研院學術聲音盟成 其藐視國會規避監督之行徑 本委員會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提案人 委員吳智陽 蔣乃欣 陳學聖 柯智恩 請問我提案委員 吳委員有沒有什麼補充意見 好 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報委委會今天上午的議程處理完畢 下午因為翁院長在國外 請教吳從無法列席 令擇旗安排 莊研究院之業務報告時間 今日議程處理完畢 現在散會 謝謝各位 我們有叫他一週內要先提書面好不好 翁院長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出贏 謝謝出贏 絢оля 謝謝出贈 哪裡 brain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